华尔图的聚龙球场与李斯本的球场感觉略有不同 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 那我告诉您的话 比赛刚开始啊 别急 丹麦对阵突尼斯 试图快速突破中场 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 刻眼 掉到前场 直接尝穿 把握传球的直击 是的 看起来像犯规 裁判给了任意球 及时的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转身向后传球 他阻止了进攻 先轻暂时解除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分到右侧 转向进区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转身向后传球 有机会射门吗 大家都期待一较高水平的传球啊 他们踢的是一点清面都不留啊 能传出来吗 能传出来吗 过一边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精湛的冲球技术 轻小的传球 好机会 果断解围 化解险情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 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不知道上半场的比赛 和你的预期相符吗 教练应该欢迎两名 有创造性的球员 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 往前方进球 非常有趣的半场 就是没有进球 所以下半场比赛 比分有变化 也不要紧张 目前是0比0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 别大呼噜了 前45分钟的赛况 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尽管双方很努力 但是平分一角 总是差那么一点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改变比赛的态势 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漂亮的防守 再这么防下去 后卫们要失业了 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赞 这球他把自己当成了防守球员 比赛非常投入 一记长传 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 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 有机会传进去 漂亮的传中 守服务员将球打出 过一遍 就来到了左侧 起球 赶紧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品调整 打包 他解围成功 现在是死球 场上即将换人 被换下的球员 有点值得同情 我觉得他是替球队背了锅 不过呢 也确实应该有所行动 我才做这些换人调整 是对的 将要穿透防剑 连进攻画上了句号 克里斯滕森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试图直塞 防守队员准备把球传给前方 纵身跃起 方向没有打正 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 促成了这次攻门 显然编路采用的战备防守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 等待开球的同时 教练员做出了坏人的调整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不过斗士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脚下动作真快 写得不错 漂亮的解位非常关键 这是一个边线球 传球 很有穿透力的传球 好机会 不可惜 没能吃正部位 丹麦 险些失球啊 他们在边路的防守有着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对手的突破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而另一方面 他们也必须加强在边路的防守和门前的盯人 否则下回就难料了 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 0比0看起来还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比赛基本看不到精彩的个人表演 看不到精妙的配合 完全没有